花生啊又叫做长生果 那它究竟有什么样的功效呢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么一个话题 大家好,我是何医生 关注何医生,健康博客 那西游记里面有一种叫人生果 叫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 再过三千年才能成熟 那么这样子算下来 一万年才能吃得了这个人生果 那吃了人生果之后呢,能够长生不老 虽然啊这个人生果是一个虚构的一个水果 虽然吃不到 但是呢,其实呢 有另外一种水果现实当中呢 叫做长生果 那它就是我们平时非常熟悉的花生 那花生呢有一种别称叫做素中之荤 它里面有不可忽略的 非常高的一些营养价值 跟一些养生保健的价值 那么一直在食物里面呢 可以说都是有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的 那济南张秋黄河街道啊 原来叫做黄河镇 那一位就在黄河边上 所以才有这么一个地名 是全国唯一一个以黄河为命名的一个乡镇 那今年66岁的王善民呢 他呢是这一个街道的一个村民 他呢有一个一百多岁的一个老母亲 下面还有九个孙子 可以说是一个四世同堂 那王善民呢他们家在黄河边啊 种了三四某的花生 距离黄河非常近啊 仅有一百多米 那么经过这种黄河的这种冲沙来的这种特殊的土壤 生长出来的花生啊 可以说是皮薄力大 口感非常的脆甜 那王善民啊曾经说过 他们家的老人啊 现在一百多岁了 他就是因为经常吃花生 啊他们在当地啊这个花生就叫做长寿果 长生果啊 所以呢他经常的吃这个花生啊 他们那一个地区啊 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长寿老人 可以说是一个长寿村 像他的一个老母亲就一百多岁了 那村里面九十多岁的一些老人非常的多 他们经常啊 餐桌上都有花生啊 经常平时都经常吃花生 那么他自己家呢 我呢 这个地方 那么他们除了这一个制作花生平时啊 也是经常会吃到这个花生的 那么这个花生 他究竟有什么样的功效 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一聊 那现代研究发现啊 我们每天吃一把 花生的话 他得惯性病的风险能够 降低35% 而且呢 经常吃花生 能够降低这个胆固醇 降低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一个含量 能够防止这个冠心臂跟动脉硬化 让我们的心脏更加的健康 那还有一个研究也发现 如果我们饮食当中 把这种一份红烧肉的量 换成这个花生的话 那糖尿病的风险能够降低21% 花生里面 还有呢 就是说它的钙质也是非常高的 对于我们补充钙质 对于我们强健我们的骨骼 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早上我们吃一把花生 就有助于我们控制我们的一个血糖 因为花生会减少我们其他碳水化物的一些摄入 所以的话 它呢 其实呢 对于我们血糖的控制 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另外一点呢 就是我们平时呢 经常吃一些花生的话 能够保证这个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量 那花生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啊 可以让我们肝脏里面的这个胆固醇啊 分解为胆质酸啊 促进排泄 从而降低这个血液中的胆固醇的含量 预防这个血管中央硬化 所以啊 就是说花生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功效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胃酸比较多的时候啊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吃几颗花生啊 这样子呢 这个花生呢 它也是能够有效的啊 缓解这个胃酸的情况的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花生啊 很多人都会把这个花生衣把它弄掉 那但是其实这个花生衣也是有它的一个药用价值 它是可以健脾 比如说这种骨髓造血功能啊 有下降这种血小板的一些啊 功能有有异常的话 那么这个其实花生衣啊 也是能够啊 帮助我们这种骨髓的造血的功能 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所以当出现这种出血性的疾病 比如说啊 血小板异常的啊 血小板减少性的一些一种子电啊 皮下的出血 用花生衣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那中医里面讲这个花生衣啊 它是干色平的 入我们的皮肝筋 它的止血啊 还有就是散余的一个作用比较强 它还同时能够补这个皮胃之气 能够养血止血 所以这个花生衣 特别是这红色的花生衣 它的药用价值是非常好的 那当然呢 用花生衣来去预防这些疾病的时候 很多时候不是说你一天两天能够好转 建议呢 还是至少一个月以上 那这样子效果会比较明显 那么接下来呢 何医生就跟大家推荐两款食疗的方法 第一款呢就是洋血 补血的红枣花生糕 那么我们准备红枣大概100克啊 生的这种花生仁100克 那么我们通过水浸泡以后呢 然后呢在我们的锅里面加一些水 用小火慢慢的煮慢慢的煮 把它煮到完全的烂 或者直接用高压锅去压30分钟 把它煮的完全很烂的那种 然后呢再加100克的这种蜂蜜 那加蜂蜜的时候最好是等这个 温度没那么高的时候 偏凉一点的时候 再加会更好一点点 那么第二个食疗方呢 就是有这个健脾消脂的花生红枣一粥 那花生红枣这种赤小豆一米 各准备50克 然后呢拿去一起去煮 把它煮熟 那这样子去吃就有一定的这种消脂的 去湿这方面的作用 另外呢跟大家讲一个这个花生芽的一个功效 那么很多地方呢 这种花生芽啊 经常是拿当做一种食品来去食用的 那现代的研究发现啊 这个花生在发芽的一个过程中 它蛋白质水解为这个氨基酸 吸收油脂的含量会相对比较低一点点 另外呢 它还能提高这种微量严肃的吸收跟利用率 有助于降低血糖降血压 有助于帮助血压跟血糖的控制 跟其他的发芽的一些食物一样 一般很经常就直接炒熟或者凉拌 都是可以的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喜好去烹饪 都可以的 那花生啊 它的营养物质啊 确实是非常的多 非常的好 但是呢 有四类人群可以说是尽量不吃花生 第一个呢 就是脾胃虚弱 经常拉肚子腹泻的人群 因为花生里面45%都是油脂 那如果是有肠炎的脾胃虚弱 经常拉肚子的人 他吃的花生可能会进一步加重这个浮现 那第二个呢 就是高脂血症的人群 那花生里面 毕竟它脂肪含量相对比较高一点点 那高脂血症的人群呢 就尽量少吃一点点这个花生了 那第三个呢 就是体内有这种淤种的 那花生里面有一种种叫做醋凝血因子 血脉淤质的人群 本身它就有淤在里面的 那这个时候吃花生可能会出现这种淤种 更加难散 反而会加重这个淤种 如果是有初血性的疾病 那这个时候就相对好一点点 那第四个呢 就是胆囊切除的一些人群 花生里面呢 还有这种脂肪 需要用胆汁去帮助消化 那如果是胆汁啊 分本身就比较少 比如胆囊切除的这一部分人群 那么就会加重肝脏的一个负担 所以胆囊切除的人群 就尽量不吃这个花生 好的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这个花生 它究竟有什么样的功效 还有就是花生发芽的 这个花生芽 还有就是花生医 它有什么样的功效 然后也跟大家讲了两款 这个关于花生的 两款食料的方子 还讲了哪四种类型的人群 是不能 是不建议吃花生的 好的 那大家如果觉得视频有帮助呢 欢迎转发给更多的人群 转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让大家一起去学习 花生它究竟有什么样的功效 它为什么叫做一个 长生果 长寿果 好的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关注黑生健康博客 我们下期再见